上周呢,我们讲标注尺寸的概念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开始来标注尺寸 标注尺寸的图层我们还没有设定 所以我们来设定一个标注尺寸的图层 标注 标注的尺寸呢 你可以把它全部放在同一层里面 就是说跟标注相关的 比如说引线或者是文字或数字之类的 都可以把它放在同一层 因为它都属于同一种性质的内容 那这颜色呢,点一的 所以你看你是要用这种颜色还是白色都可以 那白色实际上就变成黑色 黑色就变成白色了 都是点一 我们假设用这个白色 好,用这个,确定 好,要印出来,要注意一下,看一下后面 这样,好,有印出来 好,确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关闭它了 把它改成为现用图层 我们就开始来作业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讲图层空间 最主要就是因为图层空间上 它就跟比例没有关了 我们现在,比如说要来注解 我们在注解底下 我们图层已经改成注解了,标注了 然后注解,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尺寸的标注 尺寸的标注呢,它有很多种 这里有看到线性、对齐式、角度、弧度、半径、直径等等 那这一些呢,其实都不会很难 因为它大概就是点两下 就结束了 那主要观念在于说 你第一个你要先去设定好标注的样式 这个样式 那我们可以去在这个地方来设定它的样式 可以修改一下 比如像现在这个 应该,尺寸上没有问题 文字注意一下,Dime 那这个垂直位置应该在线的上方 这样才对的 OK 好,这样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上次已经做过修改 我就不再多说 好,注意一下标注的样式 那再来标注呢 它有连续式跟一般的 一般就像那种线性的 它就点两点 你看到再拉出来第三点 389那个位置 它就会标示好了 它也不需要你去做其他的东西 那再来一种叫做连续式的 连续式呢 它就是 你已经标好一个了 比如现在图面上的102 那你想要再继续标 那你就标 选那个102的那个1那个位置 再去点选2那个位置 它就把尺寸给标示出来了 好 那这叫连续式的 那我们要做连续式之前 要先一个基本的标注 给标注出来 那我们标注在这种图面上呢 大部分来讲 都会至少有三层 那三层我们看一下讲一下 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好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一个示范 有一个简单的示范 至少要有三层 第一层是你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施工出来的 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过来 或者是从这个角度过来 这个现在是对其中心线是比较不对 因为一般来讲 室内设计它只会关心室内空间的良度 所以这个标注应该是这里来到这里 然后呢也许到这个它标注的地方 这个也都中心线 比较属于结构的 那如果是以室内设计来讲都会标注的是 我要寝木工作或自己隔间的这个尺寸 那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就是这个结构的尺寸 这结构尺寸也是有两种标法 像现在这个是比较属于建筑的结构的标法 因为它是标注心跟强心 注心强心 那这个其实在室内设计来讲 你量不到柱心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机会去量柱心 都是量室内宽度 比如这里到这里 然后这里到这里 所以一般室内的第二层来讲 会标示这个空间的主要尺寸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那第三个才会去标示大的整个的尺寸 所以你至少尺寸上来讲又有三种 那我们现在就来学习标示 那这个两个标示先做完 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来做这边的标示 标示 好 开始来标示了 我们先选这一个 我们刚才有讲 我们第一层是要标示室内 所以我先把这一个到这里 到这里标示出来 对不起 它只有一个 可是我标的位置错了 来 再来一次 好 还有那个颜色也错了 应该有涂层控制 好 对 这样 好 然后我们再回到标注 标注 标注 从这个地方到 第一个这里 然后拉出来 好 那这里距离多少呢 第一段八公里 第二段以后五公里 五公里 那八公里是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就是 这个大概是五公里啦 如果再五十分之一 降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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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到这里地方 那看你要从这个地方算来这里 好 我们打 假设在这个地方 好 这样 这是第一段 那接下来我用这个连续式的 连续式的 点了之后 它会继续 因为 你原来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就继续 我继续把这一间室内的 重要的尺寸给标示出来 那标示完之后呢 按Enter 空白键把它取消掉 那各位看到这样就把它标示完 那因为这个墙线呢 如果是建筑的部分呢 其实可以删掉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部分 把这个部分给删掉 这个中间那个十五公分的部分 给删掉 因为以正常来讲 我们不会去标示这个 室内设计 不会标这个 好 那这边呢 我们也再来标 因为这个是我们室内设计 会做的部分 所以 我现在继续来标 标注 标注 标注这个 这个到这个地方 好 可以拿这个当参考线 这样 好 这样之后呢 再来就做连续的 比如说这里 再到这个地方 好 按Enter 空白键 这是室内设计部分 一样的我把不需要的给删除掉 好 现在 因为我室内设计 有做木座部分 在这个方向只有这样 所以我就暂且这样 接下来我再继续做标注 做这个大的 比如说室内设计部分 就这个到这个 比如说 这个看多少 或者是你要标 这个整个空间的格局也可以 好 然后这个是五公里 这个字三公里 所以 你可以看大概到哪里 这个被吸引到了 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来画 那继续我用连续式的 不要到这个地方 不要到 不要用这个地方当机处 按Enter 我再把这个删掉 好 这个不用 好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尺寸 那最大尺寸 有的是 你可以用空间为单位 也可以用整个设计按为单位 我们先用空间为单位 因为我们室内设计 大概 一般来讲 都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去处理的 所以注解 我标注 就从 我从 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那除非这个空间 本身你连墙壁 都有在做设计 比如说它有 有些板 柜子 不然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是可以省略一下 因为这个 如果你没有要做 做其他的施工的话 是不一定需要 好 那一样的 我再把它标注一个 最大的外面的尺寸 外围的尺寸 我从这个地方 标注到最外围 一个这样的尺寸 出来 好 好 我先把这个尺寸标注好 那请各位也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标注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